嗨,伙伴们好,18个跑者应该扔掉的物品 好,第一个应该扔掉的是什么? 旧跑鞋 当一双跑鞋经历过500公里到900公里之间 你就应该考虑把它给扔掉 为什么?因为它的中底会发硬 一旦发硬了以后弹性就没有了 如果你持续的穿这个跑鞋 可能会让你得足底筋膜炎 所以扔掉 第二,棉袜 如果你是跑者,只要是棉袜你都扔掉 因为它会让你起水泡 如果是跑步专用袜,八个月之后的袜子扔掉 因为它会变异,可能会让你起水泡 好,第三,旧的电子装备 如果是你不用的电子装备 就像旧的随身厅,旧的GPS手表等等扔掉 第四,束腰带,爆汗服 扔掉它,别指望那个东西它能够让你变轻变瘦变强 没用的,只有靠运动 第五个,那些你参加马拉松得回来的比赛T 特别是宣传体 你仔细想想穿过没有,没有压 扔掉 第六,那些发给你的幻象赛事包 一般来讲给你的赛事包都不怎么好 有个别赛事 比方上马 上马的参赛包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其他的,哎呀,大部分都不好 不好的扔掉 第七,超过半年没有穿的衣服 扔掉 第八,老的水杯 一个水杯超过半年的 放在冰箱里装满水 滚脚底放松足底筋膜 第九,廉价的太阳镜扔掉 太阳镜为了挡住紫外线 UVA, UVB都要挡住 只有挡住紫外线的留下 没挡住的扔掉 第十,过期的食品 能量胶,能量棒 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大量的买 买了以后比赛没吃完 甚至不及好还留了一点 那放在那里一看过期的扔掉 第十一,大号的碗盆扔掉 你知道吗 你盛饭的时候如果大碗怕一盛 那不就吃了吗 胖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第十二,垃圾食品 冰箱打开看一下 只要是饼干呀什么这些 垃圾食品扔掉 也不见心为敬 放在那里就有吃的可能 旧的砧板特别是有裂缝的 扔掉 在那个缝里会滋生细菌 买一个新的砧板吧 十四,老旧的容器 特别是塑料扔掉 第十五,卧室里的电视机扔掉 那个会影响你的婚姻美满度 会影响性生活 舍不得扔 寄到我这里来 第十六,闷热的旧床垫 扔掉 你一天至少七个小时在床上 如果那个床垫已经失去了弹性 特别的闷热 换掉 第十七,就奖牌和奖杯扔掉 这些只代表过去 我们需要的是未来 第十八,不支持你的家庭成员 特别是太太 扔掉 开玩笑 那肯定不能扔嘛 用你的行动 让他们支持你 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体 一起去运动或树动 谢谢大家